原标题 编决的好奇的就是宋庆龄和孙中山之间的爱和纠结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十分恩爱 可是在宋庆龄去世之后 却不愿与孙中山合葬 而且点名道姓要和他在一起 今天就和小编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图片来源网络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的时候 孙中山已经有了一段婚姻 那个时候孙中山四十九岁 而宋庆龄才二十二岁 而且宋庆龄和父亲和孙中山还是很好的朋友 按照年龄来说 两人相差太大 按照辈分来说 宋庆龄还要喊孙中山一声叔叔 这样两个之间存在太多阻碍的人 竟然在最后会摒弃世俗的看法 选择在在一起 图片来源网络有人说 如果不是当时孙中山已经成为有名望的革命者 或许宋庆龄不会注意到他 两人也就不会成为夫妻 但是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 两人决定了 携手过一生就是最终的结果 并且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爱 也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1922年的时候 怀着月的宋庆龄为了掩护丈夫逃离 在生活上还会为孙中山示菜 在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刻 穿着袜子在冰冷的地板上走着 就是为了不发出声响 展开全文图片来源网络案里说 这样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孙中山去世后 宋庆龄去世了 但是他却留下遗嘱表示 自己不愿意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 大家都觉得十分疑惑 觉得有什么隐情 但是其实不是 孙中山埋葬的地方在中山岭 宋庆龄觉得 自己安葬在那里的话 就要重新冻土 会打扰他 普遍来源网络 而选择合葬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人 因为宋庆龄当时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时候 家人也是有过阻拦 让家人也是十分伤心 父母在世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尽当 女儿的责任于是选择自己死后 就和家人在一起 图片来源网络小编觉得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爱也是细致入围 爱情是不分年龄的 对此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